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所看到的情况是石油资源和水资源是在国民生计当中是很重要的位置的 那么也是社会发展和有人类生存不可缺少的一个资源 尤其是石油还有天然气都是很重要的能源资源 在现在这个文明社会当中 我们如果是没有了能源的话 我们的这些一切的物质文明也会随之消失 所以石油可见得在我们的这个社会当中 我们人文社会当中是很重要的一点了 是那石油经济呢 本身它是影响的非常庞大的 它牵连着整个世界的经济 还有每一个国家这个经济 基本上也是受到这个石油的价格的变化影响的 因为你没有石油 你这个整个经济链动不了啊 那所以如果当石油产生这个危机的时候呢 自然它会有面它又会影响其他的这个经济 还有其他各方面的 那其实在呃在1960年代的时候 这个石油输出国组织呢就已经成立了 那就叫OPEC了对不对 大家比较熟悉是OPEC这个OPEC 那其里面的成员呢就包括可能有这个伊拉克 有沙迪阿拉伯有这个伊朗科威特等等了 还包括可能南美洲的一些国家 那它这个组织的成立呢 是成为世界上控制石油价格的一个主要的组织 那当然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回过去的历史啊 呃整个历史当中的石油危机呢 曾经发生过呃主要的有三次 刚刚我们一开始就提到说在70年代吧 大概1973年 那是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的时候呢 打击以色列还有其他支持者呢 这个OPEC 呃其中的阿拉伯成员国呢 就在12月就宣布收回这个石油呃标价权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呃这个成织的原油价格呢 是从每桶的三点多美元提高到10块钱的美元 所以这个油价突然间就上涨了呃 那么多倍呃就引发了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呢 就严重的全球经济危机 那这个就是就是第一次的这个石油危机了 那过后呢就是在一级也是在70年代啊 就1978年呃在那个时候世界第二大石油出口过就伊朗 他的政治呃就变发生了一些变化了 那个时候就伊朗的本身政治也不稳定 而这个亲美派呃这个叫什么呢 那个时候应该是叫呃这个国王啊 他就下台了 那这就是第二次的这个石油危机了 那就爆发了 那个时候呢还爆发了这个两极战争啊 就是呃这个伊朗啊 还有伊拉克的一个战争 所以全球的石油产量自然就受到影响 那个时候呢呃据据说应该是大概500多万桶啊 接近600万桶呢 那个时候生产量就直接跌到100万桶以下 所以你可能想象每一天接近600万桶减少到 这个100万桶以下 那你这个产量是非常的少的 那就自然照到这个原油的价格呢就上涨了 那第三次危机在90年代 那个时候呢就是伊拉克攻占哥威特之后呢 那伊拉克就受到国际的一个经济制裁 而那个时候呢就伊拉克的这个原油供应就中断了 从事就就促使到这个国际原油价格呢就上升 上升了多少呢 已经上升到一个大概40多美元的一个高点 所以美国英国经济就加速衰退 也引起全球的GDP呢 在那个时候跌破了2% 是当然说到国际石油危机和这些全球经济的话 我们来来找一下我们的庄发胜博士 来跟我们理解一下这个事情了 啊庄发胜博士现在就在我们的线上 他是日本商民大学经济学教授 庄发胜博士你好 你好 我是早上好 是 大家好 是今天要跟你了解一下这个国际石油危机的事情 那我们呃这个刚才我们开场的时候已经说到了 这2014年的6月开始我们的国际油价就已经是一直在下跌到现在为止 那么明年2016年我们的情况会不会好转啊 啊这个东西哈 嗯 说呢 说来话长吧 啊 是 呃我先我先 呃把整个呃 这这最近的一个呃怎么说呢 经过哈 好 来跟先分享一下 好 然后我才跟你们说2016年 嗯 这个油价大概大概会上升呢 还是会下降 是 说到最后啊 只有神才会知道了 哈哈 各种各样的这个程度来让大家来参考哈 嗯 呃 首先我在看你的你们的题目哈 你们说的这个什么石油危机嘛 是不是 嗯 啊 呃 不过我在看到这个危机这两个字的时候 首先我在想呃 你们的定义哈 呃是放在一个什么样的角度哈 我们呃过去历史上来说 基本上石油危机呃 呃我们有呃第一次危机跟第二次危机哈 嗯 第一次危机呃 呃也就是大概1973年左右吧 嗯 第二次危机也就是大概1979年左右 嗯 是不是 嗯 是 那么现在有很多人说这个现在是这个这个石油的第三次危机 但是你呃 一般上我们来说第一次危机跟第二次危机是因为石油突然间爆炸 是 嗯 那时候我们是叫的是危机哈 但是现在反而很多人我就觉得呃蛮蛮有趣的哈 把这一次的危机这个反这个这个这一次是反的是下降嘛 嗯嗯 石油 嗯 我在想的这个危机这个字眼啊 尤其帮在马来西亚来说的话呃可能比较贴切一点 因为我们国家很多人就是热门国家是靠石油来维持我们国家的财政收入是吧 嗯 好啊不好意思啊我现在我我在想应该很多人都在急着想要听2016年到底会回事 没关系你先慢慢来分析一步一步来 要不然我就说了我就回我就回房间睡觉就好 哈哈哈哈哈哈好好我我再来回顾一下我再来说一下这个呃这个现在的使用价格哈是嗯 还有很多人就问我到底几时才能够回复呃正常是不是 是啊这个正常与不正常啊我相信呃可以根据每个人不一样的观点吧 嗯 喂 哎是我们在听着来洗耳口 听得那么入神啊 对就是因为大家都很关注啊 好 有从这个我刚才说有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呃概念或者是角度 看你去认为什么才在这正常哈 嗯 我们呢就是呃这边搞经济学的人有许多人 呃这个学者呢认为他回到这个三十甚至到了二十才叫做正常 嗯嗯你懂我意思吗 嗯嗯嗯因为这几年太过不正常了 嗯但是我们这个我们如何去评价他回到三十二十才叫正常呢 因为您您刚刚一开始也说了在过去的危机呢是因为这个油价上涨就突然间涨了很多 但是因为他的这个供应量就减低了所以才会上涨嘛对不对 但是现在情况就好像是呃他量很大所以就造成他的浮动而且下跌 对那那那我们如何能够去说对对对啊就要主要看你怎么衡量是用这个两三年来衡量一两年来衡量的话你会觉得哇这个石油的价格啊 很不正常就是下跌的就是下跌的这么厉害嗯但是当你用十年来这个衡量的话你会发觉我们的这个呃这个石油的价格哈 嗯嗯在这种十年来衡量的话你发你会发觉二三十块才是正常的你知道吧如果你用更长的用几十年来去衡量的话哈 我们的石油价格呃大概都是十美金以下然后我刚才提到的一第一次危机1973年跟第二次危机1979年都是因为上升到10到20左右 那个时候叫危机也就是说我们暴障的时代哈嗯当然了我们还要扣除物价啦什么等等的嗯OK我再以这个这个几年来讲就好了太远都不说哈2000年2000年2000年代也就进入21世纪以后我们一般比较呃稳定的长时间比较稳定的价格哈都是在30块30多块左右嗯嗯超过40块50块都是算很高的嗯当然我们到了147块2008年左右吧147块左右的那个是 那个是超恐怖超不正常的哈是好那么我们讲到了这个呃价格的东西我们再来讲一讲呃最近的这个这个价格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变动哈嗯好不好是你说啊呃我们刚才有讲到2008年2008年呃我们冲破过147嗯但是很快又下滑到30多块了嗯然后呢从2011年到2014年呃也 维持过也这个100块钱的这个价格嗯你知道这个100块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数字哈嗯嗯100块嗯嗯我现在讲的故事哈我现在讲的故事到都会呃跟我这个2016年会反弹还是不会反弹都有关系的哈也就是个解答的这个过程好在期待好你大家都知道我在我在这里再把一个东西介绍出来这个叫做页岩油嗯大家知道吧对对 所以美国这个可以顶岩油这个可以顶岩油这个可以顶替这个呃一般正规的石油的一个原油是就是这个呃由美国来主导开发的对对我们这里讲到月原油呢呃一般上来说大家都有一个这个概念哈这个你要去开发这个月原油的话嗯一般上都要40块以上美金啊嗯我们才能够划算啊 呃用我这个经济学的话来讲我们叫做break even point也就是说呃损益分歧点嗯所以啊就40块以上的话我做这个我开启这个页岩油的话我就会赚了嗯40块以下的话我就会亏了嗯然后这个也要看你的技术了如果你这个开启页岩油的技术越好的话可能你这个break even point就会越低了就是说你你价钱再低我都能开发 嗯那么以前呢一直以来都没有开发都主要原因第一次原油的这个石油的价钱太低了嗯第二就是那时候还没有这么好的技术嗯是好不好嗯所以那我问你们如果你是投资家的话是不是说现在哎呀这个石油这个呃价格已经超过40块了嗯如果去开发页岩油的话就会赚钱你会不会马上去呢嗯会啊会吧 而如果我的话我不会了我跟你说为什么呢哈哈因为这个你不是去你你不是去买这个这个买菜啊巴沙嗯他多少钱你就马上可以买啊嗯你知道这个你开发了下去你这个月开发了那下个月就可能没有40块了你卖不出40块了他又跌回30块左右是不是嗯我不讲的这个只是理论上的40块哈就是可以给你赚钱的是但你这个40块你我我一开发了我这个油田 页岩油的油田开发了出来我是不是你最少要给我一年两年三年这个价格给我维持啊要不然我我没有办法赚啊嗯还有再补充一点的就是一个页岩油的油田哈开发出来以后大概可以维持三可以采三年左右嗯你懂我意思吗嗯等你采出来的时候没有40块以上的话那我不是到一半变成亏钱了是不是所以这个40块是理论上的一个break even point哈当然我还要需要他一个稳 我们还有心理因素嗯心理因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40块以上能不能维持久嗯啊这个心理因素呃越弱的话哈比方说你对他没有信心的话可能他到了50块你也不一定会去开发是不是嗯50块也不一定你有信心啊可能他又跌回40又跌回35怎么办是不是是嗯那个这个就要看心理因素有多强了你要心理因素强的话可能有哇有些人45的话他也去开启也说不定但是一般上来说 从我们过去观察哈到了一百六十七十八十的左右哈页岩油的开发并不是那么的火药嗯但是当一超过一百块的时候呢页岩油开发就越来越多了但是你可以去想啊我们2008年啊嗯超过一百他涨得很厉害很快啊涨到一百四十七的时候那时候也是没有人开发啊那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就是刚才我讲的心理因素嗯嗯好很快的你看一百四十七块马上就掉回三十多块了是不是嗯所以当时很多人没有去开发他还是对的嗯知道我意思吗嗯嗯好但是你看二零这个最近的这个油价为什么会跌的他有很多原因但是最大的原因哈也就是在这里的我讲的这个故事的延长上嗯2011年到2014年当中 连续维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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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已经这个成为整个世界的趋势了 比较平稳了 你看都维持了三年了 对 我们应该可以做了这个投资 应该可以把这个钱 在其他投资方面收回来 来去做这个 这个开采这个愿意 而且很好赚 我们的这个Break Invenport是40块 现在是100块以上 投资公司的话我们 而且还可以长期稳定的赚 是不是 是 OK 这个也就是 2011年到2014年当中 出现了许许多多的 这个页岩油的开发公司 尤其是以美国为中心的 现在美国已经 去年为止 它还是排行第二 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产油国 已经不是是阿拉伯 不是中东OPEC 那OPEC全部加起来 OPEC全部加起来 当然是高过美国了 美国现在一天 这个已经超过1000万桶 1000万 1000万桶 但是他们的消费量是1900万 所以还是要进口 美国还是要靠进口 我们叫纯进口 当然美国它自己本身也可以卖油的 等一下我可能还要再讲到这个话题 到底如何影响我们2016年的 这个威尔你帮我记住一下 美国40年来 40年前为了对抗这个OPEC 他们自己其实美国也有产油 我刚才说了 但是美国有一个政策就是禁止出口 不让自己的国家的油 网卖 就是自己的企业了 是 因为我刚才讲到美国自己 自己都不够油了 为什么还有人要卖 但是那个是企业的自由 你国家没有政策的话 你那个企业它可以觉得外国比较好价钱 它可以卖 但是40年前美国就禁止出口了 但是就前几天而已 是最近大家都在猜测 美国会不会搞一个东西叫做 就是解除出口的这个禁令 现在美国已经就前几天而已 在国会那边已经提出这个法案 民主党和共和党已经达到同意 就是说要解除这个禁止出口的法案 等于就是说明年以后可能 这个美国也开始出口汽油了 这个石油 也就是说对我们的这个石油的价格 可能就是来一个负面的冲击 是 好不好 这个是 这个是另外一个课题 但是是有关系的 刚才我讲的好 2014年 2014年这个页岩油出来了 你知道这个 2011年到2014年 这当中如果没有页岩油出现的话 整个世界的这个 现在的这个消费量 大概是9000万左右 9000万桶 听清楚 那么OPEC股也就是说 我们说OPEC 对不起 OPEC股这个是日语的翻译 OPEC就是 你们这个国际水油 石油产油国机构 组织 对 OK 他们这个 这个国家的成员国里面有阿拉伯 拉克拉 克威特 甚至以前印尼也曾经加入过 后来印尼退出了 那么最近 其实这个是OPEC OPEC不只是只有中东的 我们其实还有南美 它不是只有中东才可以加入的 印尼也可以加入的 你知道吗 印尼就退出了 还有现在我们还有南美洲的 委内瑞拉 我现在要讲的这个两个 我让两个主角登场 一个就是阿拉伯 一个就是委内瑞拉 好不好 这两个都是一个 世界上来说 都是一个很大的产油国 都是差不多 1000万桶左右的 那么在这个 整个OPEC里面 这是占很大的分量的 你看 过去没有夜言优的 这个对抗的时候 也就是说 这个2011年以前了 OPEC说话算 整个世界的石油 整个世界的这个价格 它要它高就高 要它低就低 当然不是100% 由它来控制 它的影响力非常大 它减产的话 它的价格就可以高起来 它增产的话 价钱 这个就会下跌 是不是 基本上是这样的原理 那为什么最近他们 不能干这种事 最近 你们都知道 OPEC它都不愿意 这个减产 还是维持生产 是不是 对 你们去想 它到底是不想 去干这种事情 不想去把 自由价格提高 还是不能够 这个有两个角度 不能够 这个也是关于 到我们2016年 这个OPEC 到底要采取什么政策 去影响 我们2016年的 这个价格 好 我再来讲一讲 过去还没有 什么竞争都小的时候 他们都是这个石油 这个世界的这个老大 是不是 这个OPEC 都是老大地位 说得不好听的 就是一群 就是在搞三搞四的 影响世界经济的 这个石油 这个产油国 一堆人 是吧 是 是 是不是 好 但是 过去他们可以 可以为所欲为了 我们叫做 好了 这个我们说得不好 说得不好听 就是报应来了 价格太高了 你在2018年 你一下高的时候 无所谓 你让它马上下来 那你还不会造成许多 你不会壁虎跳墙 我们知道 业员尤其是 就是一个壁虎跳墙的结果 你知道吗 好 那个你让它高 你让它马上跌下来的话 不会壁虎跳墙 但是你2011年到2014年 也就是太过分了 三年当中 你知道搞到很多国家都很痛苦 尤其是日本这个国家 没有石油的国家 没有石油 再加上这个石油消费量很高 是不是 所以你看1973年 1979年 日本和美国搞了一个什么 我们搞 我们叫做拓石油政策 就是开发各种各样的产品 尽量就是说 想想有什么技术 可以不要用到石油的 这个就是壁虎跳墙 是 替代能源 然后日本开发了 最近很多环保车 Hybrid 是 变的 用水的 什么等等 这个也是壁虎跳墙的政策 月圆油也是一个壁虎跳墙政策 好 2011年 2014年 阿拉伯他们知道了 我们过去的那个油价弄得太高 你看现在逼得大家都 那个 那个 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 是 是不是 好了 开成功了 现在你才来说 我们要把 我们的这个油价提高 你 你怎么提 你提高 你提高的话 你就逼得更多的业余出来 去代替你的 这个 你原来的正规的石油 是不是 所以呢 这个OPEC呢 他们就开始有了不一样的想法了 首先以阿拉伯为主的国家 他说 我们 我们的方针 我不想要提高我们的产量 不想增加产量 我要让它 我 我反而要让它的 我要减产 不是 我 我讲错了 应该要增产吧 让它的石油价格提高 对 也就是我要继续增产 我不想增产 我说反了 好不好 你要随时指证我 我刚才就听了 我就觉得 好像跟我看到的这个资料不太一样 对不起 没关系 你要随时指证我 我说的有一般是假的 可能 没有 指证我们不敢 但是我们是可以 如果指证没有畜生 那就是对的 交流就交流一下 就看我们 OK 你现在知道我讲错在哪里 是 阿拉伯就是说 我希望这个石油价格降低了 对 我想让它提高 降低的话 等于就是说 我不想减产 是 我继续让它增产 是 那这样你等于接受了吧 对对对对 是不是 这起码跟我看的资料是一样的 我要让它下跌 而且我有两个步骤 阿 第一个步骤呢 我就是 呃 阻止 继续想要开发 页炎油的人的想法 就是 就是说 已经在开发的人 啊 你是没有办法去把他们打退了 他们已经把初期的投资都丢下去了 对对对 你懂我意思吗 对 那么 但是我可以阻止那些新开发的 阻止新开发的价钱啊 必须要怎么样 必须要少个40块以上 就降低它 让它 让它没有赚钱 它就不会去开发 对不对 让它不能又让它有赚钱的空间 嗯 这个是第一个步骤 嗯 那么呢 这个东西 我只要阻止 那么但是还有人 已经开发的那些怎么办呢 嗯 已经开发的那个 你40块是打击不了他们了 嗯 因为他们已经投资下去了 是 就算是少过40 它还是要继续操作的 你懂这个意思吗 这个再讲下去 就要上 这个上一堂大学 或者是这个 大学 这个我们这个叫做 经济科的课了 是 啊 40块已经在开发 开发当中的人 你把你的价钱就算跌 跌到40块以下 他还是继续开发 啊 因为他 他继续开发的话 他虽然是亏钱 但是他 亏的没有那么严重 是 他还可以收回他 收回他原来 这个初期已经投下去的钱 对 我是吧 这个 那么好 OK 如果你要 比方说 我就40块 你们开发吧 继续开发吧 这些开 这些已经开发的油钱 刚才我已经讲过 最多也是维持几年嘛 嗯 大概两三年左右 嗯 等两三年过后 这一般家伙也完了 嗯 而且我的价钱 一直维持在40块以下的话 是 三年后就不会有 再有页炎油的这个工资了 一般基本上 是 我也是吗 是 是不是 那么如果 如果啦 我在说 还有另外一个步骤 阿拉伯尔他不一定想要采取的 还有一个步骤就是20块 把他的价钱弄到20块 啊 二十块是一个什么样的价钱呢 这个是商人商己的一种做法吧 如果他降到20块对他自己也没有好处啊 当然商人商己啦 啊 等下我会讲到商人商己这个角度啊 啊 好 我现在是在介绍20块 20块是个什么叫做 20块叫做我们叫做shut down price 哈哈哈哈 price就是说 已经在开发当中的业颜油 我刚才讲到40块以下 他还是继续开采嘛 对 他还宁愿去请人来开采 是 他卖油 付了工资 他还可以赚回一点 是 虽然 到了最后整个会计去算的时候 是 他还是要去亏那个初期投 开始投资下去的钱 嗯 是不是 但是如果是少过20块的话 我讲了一个举一个点 简单的理解 我现在是请人来开采啊 嗯 我还不贴他的工资 你懂吗 嗯 所以说 如果是少过20块 我宁愿把我已经做好的这个 这个业颜油钱 关了 放这 对 我回家睡觉 嗯 我亏的钱还比较少 对 我要是请人来开发 来帮忙采油的话 可能我亏的还更多 是不是 是 我倒不回家睡觉 所以这个叫shutdown price 是 所以阿拉伯的这个 呃 他的想法呢 是有两个阶段 一个是说少过40块 也就是20到40之间 他的目标 是 另外一个呢 就是少过20块 但是这个呢 也就是刚威尔所说的 上人上己 太厉害了 嗯 倒不如我呃 我们就是等吧 啊 等这般家伙 猜完了呃 开采完了 嗯 我们我们就我们就可以回复我们的正常了 对啊 因为反正 沙地阿拉伯 他的这个 他的油产量 他地下的 呃 他们都说还可以开采好几十年 甚至上百年了 对对对 他买墙量是很大 对 所以他可以跟他玩这个时间 呃 是他们的 嗯 对啊 他们比较呃 像夜员油这个东西是很容易受到这个油价的影响 油价高 他可以采 油价低 他不可能采 嗯 啊 第二他受到这个呃 新技术开发的挑战 嗯 啊 他没有这个新技术开发挑战的话 他的刚才我讲的这个break even point还是四十块左右 对 是 除非你有这个突然间有什么这个很厉害的这个技术啊 开发 你可以把break even point可以拉下来 嗯 那么阿拉伯呢 基本上就是根据传统的这个开采方式哈 嗯 而且他的埋藏量很大 所以长期以来来讲 阿拉伯是用一个长期的眼光来看这个呃 来对 来对这次的这个事情做这个对应 哈 因为长期以来这个世界还是属于他们的哈 嗯 但是呢 我们再回到来再讲一讲这个阿拉伯跟 其他成员国的互相之间的这个这个关系 还有他们的财政问题 阿拉伯 他是 很想这个打击这个页岩油 也就是说把油价拉下来 嗯 但是刚才一讲的这个商人商机 阿拉伯其实出现这个财政 呃 我们还不至于叫危机 他们财政策制 嗯 有财政负担 嗯 他 但是他还受得了 因为他财空是大 嗯 可能他受得了这几年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 他们已经开始在各怀鬼胎在体内轰了 你知道吧 尤其是说北方说委内瑞拉这个国家南美的 嗯 他的责油量也很多哈 但是他就一直说要减产减产减产要把价钱提高 为什么他跟阿拉伯想法不一样呢 嗯 因为他也跟他虽然也跟阿拉伯一样财政 是 嗯 但是他已经是差不多是到财政危机了 而且他 他的水油量跟阿拉伯不一样 他是最近才发现的 嗯 不像阿拉伯这样子 你们都知道阿拉伯是长久以来都赚了 是 委内瑞拉最近才发现有大量水油 对 他我好心急哦 如果是我发现是阿拉伯 我也心急快点卖 这是其中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他等不及 他没有办法去继续蹭啊 嗯 因为他主要的这个收入来源 国家的收入来源都是靠水油 阿拉伯也是 我们马来西亚也被说成事哈 如果有时间的话再跟你们分享 好 所以你看这个成员国里面 阿拉伯跟委内瑞拉什么都走走 就各有不一样的意见 OPEC过去也曾经闹过好几次意见 只要OPEC他们的团结力低的话 对国际持有的价格影响就低 然后实际国际价格就会下降 这个OPEC成员国的这个团结力量 大的话就会造成这个世界的这个经济有负面的影响 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关系 所以最近他们闹得不是很开心 但是幸好阿拉伯还是老大 说话比较有利 这个石油部长他说 基本上我们没有意识要减产 继续增产 当然他不可以明目张胆说 我们就是要打击叶岩岩 打击美国啊什么什么 但是很多国家都知道 他们私底下就是这个打算 这是一个 OK再讲到我们这个2016年 讲了那么久 我们再回到2016年的价钱 基本上呢 这两三 起码这个我们是2014年开始吧 2015年就开始下滑 我们的这个许多的这个经济学家的预测呢 如果是根据刚才所讲的故事来评论 判断的话 起码这个2016年2017年为止 我们还是会 这个在30块左右 其实我这个课题 2015年我在 我写过一篇文章 那时候是50块 50块左右的时候 50块左右的时候 那个文章到现在还有留着 那时我的预测就是40块以下 大概这个两三年左右会40块 现在已经30多块了嘛 是不是 再加上刚才已经讲了美国 美国他他从明天开始 他可以各个自己国家的这个民间的石油公司 他可以出口了 出口这个石油 以后你们不一定要跟中东买 可能可以还跟可以跟美国买 又开始出现了一个竞争的局面 所以我们马来西亚 这个对这个石油的这个不要抱有太大的这个期待 我们的这个石油基本上这两三年是不会起来的 但是将来就很难讲 这个燕燕油这个被阿拉伯这个打击过后 可能他有一段时间就会反弹 但是反弹经过过去的教训来讲 他也不会说高到哪里 我过去我曾经预测可能长期以来 我所谓的长期也就是用10年单位来去想的话 平均大概会60块左右吧 但是这个已经算是非常非常高的一个数字了 30多块来说反而是一个正常 甚至比跟过去来比的话 跟21世纪的初期来比的话 可能还是一个高的数字 好对不起 我暂时就讲到这里 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 一样说马来西亚的这个影响 看你们还有什么话题 我来做简短的分享 威尔你也说一说吧 我其实其实想了解 对您刚刚说到 您刚刚说到就是这个2016年的 是这样子一个情况 但是OK先说回你之前这个故事 这个美国页岩油 根据我我手头上的一些资料 就是这个美国能源信息局的一些估计 那全世界页岩油 它储存量大概是3450亿桶 那美国本身占了580亿桶 但是美国页岩油开采 已经达到这个石油开采 你说的是一年吗 不是就是总量 这个总量 你说的是埋藏量 对埋藏量 对美国大概可以开采580亿桶 但是到目前为止 他们已经开采了大概30%了 那在这种情形之下 即使这个美国页岩油 它已经可以输出 对这个OPEC可能有一定的竞争力 但是这个可能会不会是一个短期的一个现象 比如说像我们刚才提到 是2016年的这种现象 可能维持在百分 就是30块钱左右到40块钱之间的 这个美桶的一个价格 但是我们看到一个情况 对就是我想说的是 美国页岩油它的开采 已经到了一个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阶段 30%他会不会顾虑到说想到未来 如果他长期这样子下去 他他真的有必要去跟OPEC来竞争吗 把这个价格压 怎么提高还是怎么样 这样子一个竞争有这个必要吗 可能OPEC也不会想去跟他们打这个 打这场战吧 我觉得 OK我首先先来讲 这个刚才你讲的 这个一年有全世界有3000多亿桶 对全世界的页岩油总量大概3000多亿桶 但是美国只有占了580亿桶左右 这是目前根据美国能源信息局的一个估计了 OK我首先来先讲这个 什么叫做一年一年大概有多少 几千亿桶多少桶都无所谓 这个也就是说跟我们正常的石油量来讲 我们有这个一个这个叫法 就是石油埋藏量 对我不知道中文是不是叫石油埋藏量 对对对对 一样的一样的 所以你刚才讲的那个一年有几千亿桶 那是页岩油 页岩油 可以开采多少年 对对 但是很多人他没有去认真想到石油埋藏量 所谓埋藏量是什么定义 埋藏量的意思是说呢 不是说他你现在去找到 比方说我们马来西亚 我们马来西亚的这个石油埋藏量 大概有差不多三十七亿左右吧 三十七亿桶 但是这个三十七亿桶 不是说我们马来西亚 就是有这么少而已 我们马来西亚可能他还有更多 第一你还没有发现 这个是第一个 可能有一百亿桶 也说不定你只发现了三十七亿桶 是不是 这是第一个观点 第二个观点呢 可能你发现了看到了 知道了有一百亿 我被我们发现 可能他有五百亿 你发现了一百亿 但是呢 只有三十七亿桶 是我们现在现金的技术 可以开采出来的 这个才叫做埋藏量 而且这个我们马来西亚三十七亿 很多人去算 到目前为止 我们只可以开采 大概马来西亚的 大概还有十五年左右 你们知道吗 你们去想 那不是十五年以后不是马来西亚 没有了 那个水油 是不是这样子 一般人的想法是这样子 是不是 但是我们这个叫做可开采年数 这个叫十五年 但是这个可开采年数 是一直在变 一直在增加的 你知道吗 对 因为我们像马来西亚 每一年还要再投资 投资什么 投资去发现新的埋藏量 这个第一 第二还要去发现 可以开采的 所以找到 第三还要去开 去开发这个技术 所以根据这三点的话 你的这个可开采年数是会变的 所以 所以你看那个 你刚才讲的那个几千亿桶 它是一个现金可开采的这个数量 不是说代表所有的 而且还有根据它的技术 可能明年它有发生更多 后年它有发生更多 所以你不能只是单单 你这个三千多亿桶 还有没有多少年就开采完 一天都比方说一千万 美国大概现在差不多四五百万桶 单单页岩油 包括它正常的一般的石油 大概有可以开采一千万桶 一千万桶 一百天的话就是十亿了 一年的话就三十多亿桶 三十多亿桶的话 你说全世界有三千多亿 当然不是全部是美国的了 对对对 所以如果从从这样子来分析 看起来换句话说就是 只要美国它愿意持续的开采 这个业原油 还有甚至可能其他国家 包括俄罗斯啊等等 都有那么大的业原油的国家 是不是可以就是在未来可以稳定 就是比较稳定整个全球的原油价格呢 毕竟它不单只是说OPEC控制了 对 所谓的我们怎么讲稳定呢 我们应该讲的比较贴切一点 就是说供求可以得到一个正常的平衡 这个叫稳定 你说这个价格 这个价格不是说它高就是不好 你知道吗 它需求量大 比方说它可以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出来 它越来越多人需要用到石油 来去做各种各样的买卖 各种各样的产品 对你知道吗 它价格高其实是一个好事来的 你懂吗 但是问题是说 它本来就是说没有说有特别的 有这个需求量没有特别提高 它本来就没有说有更多的产品需要用到石油 可以创造更多经济价值的石油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供给量大量减少 这个才是一个大的问题你知道吗 比方说你威尔你每天都要开车 每天都比方说我是芙蓉每天都从芙蓉开到基隆坡 突然间你本来一个月去三次 你知道吗 去基隆坡 你现在变成 基隆坡越来越多人要请你去做工 越来越多人要评价你 越来越多人要付你钱来上班 你变成一个月要去30次 比方说那你需求量高了 你愿意买更多的油了 你的汽油越来越加你付更高的价钱去买 那是可以理解的 那也是个好事情 你懂吗 但是你的工作没有增加 你跟去年还是一样一个礼拜 一个月去三天 比方说基隆坡 比方说了 那主要是因为现在这个汽油量产量减少了 不够了 造成你的工作量没有增加 但是你要去付更高的价钱来去 去加这个汽油的话 那就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明白 明白 所以这个主要是攻击 能不能得到一个正常的平衡 比方说这个是看你讲的这个页源油 它能够出来的话 它就能够防止像欧北过去 它就可以去阻止它所作所为 整个世界 那个对于石油的需求量 在没有提高的情形下 欧北它可以故意去减产 把价钱提高 起码这件事情可以阻止它们了 所以如果这样子看起来会不会有一个可能性 就是假设 假设 当这个石油的这个价钱就稳定在那个 或者说平衡在那个价格的时候 它会影响欧北这几个国家收入 包括像沙地 这些石油生产国的这些收入 而且如果影响了下过后 它会慢慢的 因为毕竟比如讲像伊拉克 科威特这些国家本来就正举不稳定的 它们主要的收入还是大部分来自石油 但是当它们这个收入减少的时候 可能甚至影响到整个国家的经济 让它们国家会变得更越来越衰弱 那会不会有一天 有一天 我的只是一个假设 如果这场价格战长久打下去的话 不利的是属于OPEC这些国家 然后美国就渐渐的成为 取代了OPEC 成为一个可能石油输出国的一个主导个体 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这个东西要讲究这个我们的这个我们叫代替性 对对对 美国它的这个一般的这个石油买强量 它还是不多的 它是差不多一半一半左右 那么页岩油和石油量正好就是 就是有一个很强的代替关系 你的页岩油再怎么强 你还是要面对这个整个OPEC 或者是各个国家的包括俄罗斯 MENUILA等等 他们的这个石油的竞争是不是 所以这个对我们全球来说 是一个怎么说 是一个好的局面 因为他们有这个竞争了 是不是 其实 原油 原油跟业油 原油的这个竞争这个对手 也就是说这个代替产品 不是只有这个业油而已 他还有面对很多什么 他还有面对这个我们的这个 这个LTG 这个天然 天然气 天然气 他还有这个比方说这个各种各样的 这个可以替代能源 替代的能源 对 所以不是只有在这个原油方面 你说比方说汽车就好了 甚至电 我们的原子发电厂 也是可以 也是这个石油的和竞争对这个代替产品之一 你看现在日本 日本的车跑在街上的车 越来越多这个都是跑这个hybrid的 甚至呢 这个跑电的车 也在开始流行 那么丰田的汽车也在已经开发了 就是跑这个水速 用一般的话来讲 就是用水来跑的 也就是说 对 将来的趋势来讲 这个也就是刚才威尔你所说的 阿拉伯这个国家过去 这个 的确是这个靠这个石油赚了不少 但是他们面对的挑战也越来越多了 也不能像你这样子 像我们的隔壁的国家文莱 像我这个阿拉伯 尤其是我们的马来西亚 今天没有太多时间 有时间我在跟你们讲 马来西亚正在面对一个 必须要赶快转型的一个 这个国家 你不能再靠你的 这个石油的收入 我们马来西亚的财政 大概30% 是靠这个石油的税收 但是真正来讲 真正来讲什么是靠Petronas 你知道吗 他不能讲是靠石油 我们靠石油的税收入 其实是只有一小部分而已 但是我们面对的 这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石油产品 石油产品这么巧 也是我们马来西亚自己 Petronas本身自己做的 我们马来西亚的Petronas 这个收入 主要的来源不是靠石油 而是靠这个石油关联产品 也就是说他有做这个产品 汽油 汽油跟石油不一样 汽油是属于下油 下油产品 石油是属于上油产品 也就是我以前 刚开采的 材料 原料材料是最直接 受到这个油价的影响 材料的原价一跌 你就惨了 原主有那个橡胶原的原主 橡胶跌价的话 原主就惨了 是不是 但是用香蕉原料来做产品 而卖的商家 对他们是好的 你知道吗 因为他可以用更便宜的原料 是不是 所以本来这个是一个 这个是一个怎么讲呢 对下油 像新加坡 新加坡是比较属于下油的 石油价钱低的话 对他们是好的 我们马来西亚呢 本来是说 这个Petronas 它有上油和下油 问题是 我们的上油和下油 两个产品 都是我们Petronas 你知道吗 也就是说 我们在做下油产品的时候 这个Petronas 要用上油的 这个资源 原料 也就是这个石油 这个也是自己的 是 你自己变成卖的 你这个有加点在里面 成分 你这个原油不能卖高价给你的 给你的那个下油的产品 对 所以你这里 你下油产品也没有得到多大好处 是 所以是左手钻右手钻 这样子的概念 对 对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石油还是对我们这个 Petronas 或者对我们国家的 这个影响是 是有的 但是不大 其实你这一番话 应该是 希望就是这些政府高官能听到 尤其是主要决策人 因为 因为你说要转型是没错 但是我们好像在整个形式上 大家也不觉得要怎么去转型 这个转型 这个转型 我其实就用笼统的两个字转型 随便讲一讲 但是这个转型里面 有很多很多东西要做的 包括这个 这个导入这个消费税 减低这个 这个法人税 减低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我们的个人所得税 这些所谓的调整 都是在转型里面的 这个步骤之一 是 我刚才讲到转型 转型的意思是说 我们的国家裁员 国家的收 这个裁员 不能够继续 太过依赖 这个Petronas 我们讲石油 其实是不正确的 严密上来讲 不是说太严密 应该是说 依赖Petronas Petronas提供了 30%左右 这个裁员 也就是说快到 800亿左右吧 800亿这个马币 我们一年大概要用到2500亿 但是你看啊 为什么 我提出一个证据给你们就好了 你看我们从 我们马来西亚是2014年的 到2015年的财政预算 我们是用一百 一桶一百美金来算的 你知道吗 嗯 然后最近跌 最近是因为跌到了150块 跌到了一桶50块美金 以后 我们这个2015年的财政预算 后来才修正了一次 你们知道吗 嗯 好 什么叫修正呢 反正我们2015年的财政 在一 这个一百块 一桶一百块美金的 预测之下 我们的这个财政 红字啊 嗯 财政收支是百分之三 嗯 我们的目标 是要让它越来越低 因为我们的这个国债 已经到了百分之五 也就是法定 法律规定不能超过百分之五十五的 我们已经到百分之五十四以下左右 我们再不去这个怎么说 做采取一些措施的话 我们的这个就会冲破百分之五 嘛 是不是 嗯 那么你要去减少的话 你每一年的财政 你那个收支 你一定要去改善啊 我们过去都是四啊五啊 三点 最近是2014年是3.5 2015年我们现在改掉 三 三就是三趴 到了2020年 我们要把它做成零 嗯 但是很可惜2015年 因为这个这个石油 一百一桶一百美金 变成了一桶一五十美金 影响到我们买一下 你叫很多人来说 你看三十 三十 百分之三十是 我们的这个靠别多那是买财源 也就是八百亿美金啊 八百亿马币 八百亿马币是不是 嗯 一百块跌到五十块 等于就是少了一半嘛 是 是不是 也就是说这个八百 八百亿马币应该是说会少了四百亿马币才对啊 嗯 一般上还算 但是并没有少那么多啊 如果是少四百亿马币的话 那是很恐怖的事情啊 嗯 我们的这个红字啊 我们的这个红字啊 跌到了二千二百二百七十亿 嗯 少了八十亿这个马币 懂我意思吗 这样我能不能我能不能够说是呃 这个美国他持续开采页源油 而这个OPEC 阿拉伯他又不愿意减采 那在未来几年对马来西亚来说呢 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危机呢 因为因为这个你刚才说了嘛 我们主要是靠Petronas嘛 这个这个油的税收 但是呃 我们的石油也也是他们掌控 我们的这个 这个什么呢 呃 原油也是他们来掌控 所以就变成所有的东西就受到影响了 整个受到千年 那马来西马来西亚经济 其实石油也是很重要的嘛 对不对 也受到这个千年 那未来这几年 不单只是2016年 马来西亚经济会面对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 因为这个石油的关系 嗯 我我在想啊 这个呃 刚才已经讲到 这个Petronas的这个呃 主要还是我们是靠百分之三十 是靠我们这个Petronas嘛 收入来源 是不是 嗯 对 但是这个只是这个财政上的问题 喂 嗯 是我们在听着财政上 这个只是一个财政上 但是这个财政上的问题 跟我们整个经济上的问题 就是完全要分开的 哦 好不好 啊 呃 虽然是分开 但是他们不是说完全没有关联 比方说我上次说 如果你们马来西亚 如果是马来西亚的这个 这个政府债务太高 嗯 产华能力又不够的话 嗯 这个比方说呃 State and Poor's啊 这个国际评股机关啊 嗯 他就会把你们马来西亚的这个呃 国债啦 或者是呃 整个国家呃 评股为不适合不投资 不适合不适合投资的 不适合投资的 可觉得对 嗯 等等之一的话 那就会整个大局面来看的话 你就会影响到海外的人来过来 你这里投资啦 对 最后也会影响到你这个银行的利息啦 什么等等的话 嗯 这个这个负面的影响是呃 这个一定会有的 嗯 啊 这个财政方面了哈 嗯 但是呢 我这个这里还是要强调一点的是 的是哈 Bettonas很多人不知道在亚洲里面来说哈 它是一个很赚钱的公司 它甚至可以跟日本的呃 这个丰田 就从这个他们的利益上来讲哈 嗯 就Toyota嘛 甚至可以跟这个三星 嗯 他们的这个从利益角度来讲哈 嗯 他在亚洲里面来说 跟他们是那个可以可以 抗亨的 可以抗亨的 哈 抗亨的哈 哈 啊 但是你去看这个Bettonas 它是一个怎么样的公司 它不是完全靠这个石油 就是第一次 就是第一次产品 也就是说这个上游 对 嗯 啊 他还有做各种各样的事业石油 这个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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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联产品 是 比方说汽油就是谁关联产品 对 对 对 而汽油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看我们我们还要靠 我们我们 比方说为了你开车的时候用的汽油 哈 啊 有些部分还要靠新加坡提供的 你知道吗 啊 嗯 要说热本 热本也是有产 热本不产油 但是它有石油产品 是 啊 现在我们马来西产 刚才也讲到转各种各样的转型啊 什么等等的 所以你刚才讲美国 最 美国这个页岩油 对阿拉伯有影响 对阿拉伯有影响 接下来对全世界都有影响 对这个国际 国际油价 嗯 对全世界有影响 最后是对马来西产有影响 嗯 所以说我们马来西亚 就是说你必须现在从开始 当然已经可能开始在做了 要一步一步的要脱离这个 靠第一次产品的 比方说石油的这个收落 其实是已经有减少了 过去这个两三年来的 来看的话 我们这个 靠石油这个部分 刚才也讲到30%嘛 对 现在呢 马来西亚的税收呢 已经 已经有少过30%了 可能是267左右吧 嗯 但有逐步的在减少 嗯 还有一个就是 呃 你要从这个税制方面去看 税制 马来西亚这个转型的这个方法和效率 对和错 我在这里都不讲了 嗯 反正呢 他现在做的一个方法呢 就是说 呃 我们现在比方说要把消费税提高 就是6%嘛 是 这就是6%了是不是 是 然后法人税呢 大概是 呃 25%到25%左右吧 然后呃 这个呃 呃 个人所得税 可能是这个呃 26% 嗯 是不是 对 但是这个数字你看哈 你看这个数字比我们周边的国家 尤其是这个个人所得税跟反人税 嗯 比个人的这个呃 周边的国家都要高 新 我这样讲哦 希望听众们不要误会我 我在我在称赞政府做的呃 很很没关系 我们是我们是以学术的角度来分析 你们很好 不是这个意思 是 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说 啊 政府呢 尤其是哪 啊 他很有可能他会跟你们说 我们现在还是很低哦 下一步我们可能还要提高 像新加坡 呃 新加坡他们的这个呃 个人所得税是20% 嗯 比我们低 我们是百分之26嘛 嗯 是 其实他最想做是在这方面做一个调整 所谓调整就是说 尽量把个人所得税 跟我们法人税是corporate tax啊 就是这个公司税嘛 是不是 嗯 对 要拉低 拉低的意思就是说 要提高马来西亚的国际竞争力 嗯 懂得意思吗 明白 但是你拉低的话 你的税收你会 你会减少啊 你会不够啊 对 那你一定要靠其他的 靠其他的第一个就是GST 对 消费税 GST提高 GST提高的主要原因就是说 要提高我们的国际国际竞争力 而且现在拉低的看法呢 政府的看法 觉得他们做的还不够 嗯 啊 所以明白 所以分分钟 分分钟 我可以说 不知道将来哪一天 今天他说6% 你看这个 呃 新加坡是7%哦 嗯 印尼 越南 柬埔寨 菲律宾 呃 辽国这些 什么叫亚西亚 阿选 阿选 阿选的国家都是10% 嗯 日本明年也要开始10% 他可能会说 你看我们的马来西亚六八 你们就呱呱叫 我们还是很低哦 什么 是 所以 但是他 但是他另一方面 他可能会降低这个 这个 个人所得税啊 法人税等等的 是 但是 这个只是统计上的问题哈 我们个人的感受 有没有感受到 我们个人所得税有被降低法 是被降低 那才是大大问题哈 哈哈哈 明白 所以这个都是石油 今天你们所提供的这个 这个国际 石油危机啊 呃 这个 跟我们马来西亚的 这个关系 经济 或者是我们个人的生活的 这个 这个水平 全部都是有关系的 嗯 好 那今天非常感谢 庄博士跟我们谈的 这个国际石油危机 是 时间 时间很快啊 其实还有很多东西想要 请教您的 不过没关系 是是 还是下次可能要再 再请你 是 好 谢谢你张博士 谢谢你 先预祝你呃这个新年快乐 呃 大家也新年快乐哈 好 农历新年这时候 那个过去跟你们讨红包 哈哈 我们有在好都没问题 欢迎欢迎 好的 好的 好 谢谢你 再见 再见 拜拜 再见 好 今天有很多非常这种学术性的专业分析啊 在来自张华顺博士博士那大家也是提到说关于这个税收的问题还包括马来西亚这个未来的这近几年的可能税收可能要转型啊等等之类的其实马来西亚政府也在做着这种这种转型的这种转型的感觉上就好像博士说的吧最后这个所得税这个高和低其实也不在于这个数字的也要是你 个人感受有没有收到很低其实是没有很多人觉得还就是都受这个消费税影响啊所以他不管这个所得税低还是还是比平时来的少都不觉得有这种感觉所以就觉得政府很很很坏蛋做了很多就从我们身上挂钱但是没有得到好处就让人家这种感觉啊对不对 是最主要的还是了解到说石油他还是我们整个全球经济的一个诅咒和核心啊然后石油这边一旦他有动摇的话只是他的幅度是有比较大一点的幅度 涨价或者是跌价的这个幅度是比较大的话他都会直接影响到我们整个全球的经济动态了所以呃在这边还是要呃我们身为一般的普通民众可能对于这些呃分析的这些学术性的分析可能还是不太的了解可是最主要的还是要关心关心到我们的呃全球的油价还有包括马来西亚的油价的这个情况到底会是怎么样的 那么希望明年2016年就像张博士说的那样他的油价会呃保持在刚才说的是30到30到40美金左右一桶的这个价钱了所以就希望这个呃可以保持一直到呃以后吧但是如果保持太久对马来西亚也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啦 因为毕竟我们也是算是产国之一也是有这个呃这个buy product石油石油的其他附属品的这些呃生产国之一啊那如果是他价值一直很低的话那对我们的收入自然也不好但是我们要懂得转型咯像张博士说的那可能就不会有太大影响是所以这件事情还是有很大的学问的一个国家的经济和全球的经济要很多的事情要去做的呃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一边了希望今天的节目可以让你收益很多人 然后我们在明天的时间明天最后一天2015年最后一天再跟大家一起见面了好拜拜